大家好,我是中老师 很多人容易无惊打惨 好像对什么事都没什么兴趣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人一旦气虚就容易导致上述的情况 气虚一般分为心气虚、脾气虚、肺气虚以及肾气虚 心气虚常常出现在用脑思虑过度的人 时不时会有心气、气短以及身体疲惫的症状 脾气虚都出现在经常吃一些辛辣、生冷以及油腻食物的人群身上 脾气虚的人感觉食欲下降、疲倦乏力、身体莫名消瘦、面色枯黄 还有些人为胃胀、胃酸 肺气虚都有气短、易出汗、易感冒等症状 肾气虚都表现为腰酸、浑身乏力、手脚冰冷等症状 向大家分享四个圆血 对四个虚非常有作用 一、心气虚叫大灵血 大灵血这样讲 在我们望掌、望掌、望掌、恒纹终点这里 掌肠肌腱与遥测望趋肌腱之间 这里就是大灵血 它是心包经的圆血 常常点按这里 对心气虚很不错 二、肺气虚叫太渊血 太渊是肺经的圆血 太渊血位于望掌侧恒纹摇侧 摇动脉波动处 这里就是双侧血 左右手腕各遗血 肺潮百脉 脉会太渊 太渊补气的效果是极佳的 蠢气费劲 爬一会儿伤就满头大汗 气不足的人按这里就最好 三、脾气虚叫太白血 它在足内侧源 第一、脂关节后下方 刺白右肌凹陷处 这里就是双侧血 左右脚各遗血 太白是脾经的圆血 健脾补脾的效果 是比其他血位都强 常常点摇这里 能浮脾土和中胶 健脾和胃 对脾胃的问题都有帮助 四、肾气虚叫太溪血 太溪是圣经的圆血 位于足内侧 内怀后方 内怀肩与脚跟肩之间的凹陷处 这里就是双侧血 这里就是双侧血 左右脚 各遗血 它的作用是益肾建腰 是圣经上的大补血 以上的血位 我们可以采用点油的方法 有空的时候就点油五分钟 会哀咎的朋友 点按完毕 可以哀咎相应的血位 十分钟 效果会更好 好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